苗栗市府前路下水道工程 在现场包商进行开挖作业时 疑似住户的瓦斯分管老旧管线腐蚀 在震动裂开之后起火 消防队货报道场洒水降温警戒 索性火势不大 没有造成伤亡或损害 详细请行把时间交给记者王毅盈 毅盈 这个路面挖了一个大洞 那火是不断地从地面里面窜出 那消防人员是赶紧地喷水来灭火 那这个地点就位在苗栗市的府前路 当时是在做下水道的工程 现场包商在进行开挖作业的时候 疑似住户的瓦斯分管太老旧 造成管线腐蚀 那包商在开挖的时候 不慎是挖断了瓦斯管线 造成瓦斯外泄起火 那我来听听稍早的访问 管人腐蚀了 腐蚀了就会漏气 那他们要接管 要接管要用那个 一接到那个气就 对 要接管 他们是用那个瓦斯接管的 喷灯 喷灯啦 一喷到就起火了 这当时呢 是正在进行这个污水下水道的接管工程 但是却不慎地把这个瓦斯管线给挖断 造成起火 那当时火焰喷出大约一公尺高 那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呢 是持续地撒水来降温 也紧急通知这个瓦斯到现场来处理 那所幸呢 这个火势病不大 没有造成任何的伤亡或伤害 以上就是现场推进行行 把时间镜头交换给他们一公